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二下午的直播環節 五視第一集 現在就跟大家跟進十大最活躍股份的表現 第一位是騰訊控股 中午收報324.2 升了2.2 中國平安部62.25 升了7.5 融創中國報25.1 升了1.6 工商銀行報5.79 升了2 南方A50報14.6 升了8 中國銀行報4.07 升了3 建設銀行報6.8 升了6 九龍倉集團報77.2 升了3.2 碧桂園報11.08 升了2.6 第十位有高位電子 報4.95 跌了2.1 至於十大升幅股份方面 第一位有中國錢包升2.5 中國農產品交易也升超過2.5 華邦金融 盡太空股中國投資開發就升超過1.7 第六位有米蘭站也升超過1.7 平山茶葉摩比發展 奧克斯國際就升超過1.6 第十位有雲智匯科技就升超過1.5 現在轉體下十大跌幅股份 第一位有泰山石化跌超過1.8 中國金控跌超過1.5 中國金石跌超過1.4 第四位有柏林集團跌1.2 第五位有新卻科技跌超過9.9 偉俊集團控股 白寧達國際集團控股就跌超過7.7 中國金融發展 安哲理實業和新華通訊頻繪就跌超過6.6 三年跌後今早就做好 高開57點 之後一度到跌19點 但是就發力了 今早最多是升131點 恆指中迷收報27,804點 升64點 國企指數就報11,224點 升42點 大肆成交今晚是427億元 現在再和大家看看沽空榜 半日的沽空金額是29.38億元 第一位是騰訊控股 沽空金額是1.6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8% 第二位有恆生H股 沽空金額是1.53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36 第三位有工商銀行 沽空金額是1.51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23 中國銀行 沽空金額是1.37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23 第五位有中國平安 沽空金額是1.2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1.4 現在就有請Arnold 跟我們跟進一下後市的走勢 Arnold 你好 你好 今早市上升了一點 但是始終好像不夠力 半日升64點 看到下午回來 升幅就擴大了一點 現在升80點 佔27,817點 見到變動都不是很大 是不是市場的觀望氣氛 都是濃厚一點呢 我想對於整個環球市場 或者現階段的股市方面 避險情勢仍然相對地比較高 這方面你看回Yen的走勢 或者金價的走勢 都在反映這些因素上 市場始終仍然對於北韓的局勢 仍然比較緊張 覺得可能仍然有機會 可能會進一步惡劣等等 因為基本上現階段見到 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 再挑釁的言論等等 大家都會預料 其實整體的局勢 有機會再惡化 所以北明朗因素仍然在 但是是不是情況一面倒地利淡 當然你看到恒指現階段 這些位置都突破了再創今年來的新高 現交店的勢頭是直撲3400這些位置 其實內地股市那一方面來講 我覺得後市來講 都仍然會繼續有條件看好一點點 第一方面始終覺得預料 在國慶大期前 其實A股的走勢表現 應該不會太過差 另一方面就說A股仍然是比較多的炒作主題在這裏 一些的價格板塊 或者說一些的重金屬板塊上面 看到仍然有資金的炒作在這裏 A股的估值不算是高的 後市仍然有個上升空階 但當然如果論估值 講估值更加之低 始終在這些水平 雖然恒指今年來講 年初至今兩成以上的升幅在這裏 但是如果用市盈率去衡量 特別講今次的中期業績 普遍都有個盈利增長在這裏 連中期業績去計算 過去講歷史市盈率上面 現階段都是14.2倍左右 估值上仍然相對比较低 最重要是今次業績當中 很多股份都有增加牌息 這相關的驚喜在這裏 所以現階段令港股的投資價值 其實見到仍然是高的 所以我想短期後市來講 恒指可能會繼續在27,500-28,000點 這些位置賠會 最終會不會跌穿條十天線 我覺得都有這個可能性在這裏 不會看得過分地樂觀 但是你會留意在這輪調整市當中 其實資金都是在做一些換馬的部署等等 始終留意一些內房股 或者是積優股等等 其實都是一些業績比較好的內房股 才受到資金的追捧 所以這輪可能純粹都是在說 整固的格局 純粹資金是在做一些換馬的部署 但我覺得短期後市 其實指數繼續跌穩在條20天線 即是27,500 流上的話 這些位置就不需要看得太淡 甚至如果見到最終 指數沒有跌穿條十天線 即是27,800 這些水平 後市仍然有機會再向上市高位 我覺得如果後市最終能夠突破28,000 才找到樓上的話 其實以現階段的勢頭去看 我覺得恒指有機會看29,000點 這些位置 好,跟進後市走勢後 就跟Arnold跟進一隻個別的股份 不如跟你談談 半日表現最好的南籌股 就是九龍倉 之前九龍倉建議分拆旗下 六個香港投資物業上市 當中包括有海港城 時代廣場 荷里活廣場 以及卡佛大廈等等 總估值是超過2300億元 而新公司會命名為九龍倉置業 而昨日他們公佈了 這個建議獲得聯交所批准 看到今天股價可以說炒了上來 半日升超過4.3% 半日就是修補77.2% 你覺得未來股價有否再向上市 我覺得有得升 但你說升多了多少 這方面仍然會有分歧的看法 其實說說九龍倉 走勢也相對比較有趣 說說業績出了之後 股價一度試過去到80元的水平 但之後很快打回原形 甚至再跌回70元以下這些位置 那一段跌勢 可能市場都擔心分拆不成功 或者存在一些變數 最大的分歧就是九倉分拆出來 整體九龍倉置業 市值上2300億 但市場會擔心 是否最終真的值2300億 有這個變數 所以說這個消息 出來之後 股價是有得升 但以現階段 九龍倉集團 說說總市值 現階段是這些水平 大約78元 77元 這些位置 總市值都是2300億 所以說未來未來能否再進一步上升 某程度上 可能看回幾個關鍵的因素 第一方面 就是九倉 地下的九倉置業 市場對它估值的看法 那方面 我想你說整體現 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另一方面就是 正如的業務 究竟估值剩下多少 這是要看大行的說法的 但我覺得你是說 整體現 九倉集團由於分刷業務確定了 所以我想整體現 股價 或者一間公司的總市值 跌穿2300億 機會就真的不是太大 所以我想短期後事來說 我會這樣看 如果從圖表上 有貨的這些位置 一定建議 拿著等它分刷完成 如果你是考慮去買 我覺得暫時說 這些水平都可以考慮 就以76元 作為一個止洩位 不算76元 我覺得都有機會 省分80元 樓上這些位置 如果大家有貨的話 就先拿著 等它分刷完成了 才會再作決定 如果沒有貨的話 都會後退時機 再入市 除了九龍倉 炒上來之外 看到惠德鋒20號 現在暫時 都佈58.75元 升超過2.6% 至於同系的海港企業 51號暫時 就升超過1% 佈14.86元 謝謝Anno你的詳盡分析 都和你申報 剛才提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 要財MoneyHunter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 1336.600美元 買出價1337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 17.872美元 買出價17.8979美元 以上資訊由要財MoneyHunter提供 衝判 換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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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